好 各位同学 通过前面的两道例题呢 咱们赶快来找一找做排列组合的感觉 那第一道题呢 考的是排列 第二道题考的是组合 那么从咱们的第三道题目开始就正式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标题啦 排列组合的综合应用 也就是说可能我这道题里面可能一会儿得用排列 或者一会儿得用组合 或者排列组合可能得放在一块儿来用 这呢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学家庭原理做题一样 对吧 咱们还有家庭原理综合应用 而大家还记得这个标题 那也就是说一道题可能一会儿用加 一会儿用成 所以还是那句话 那么我们同学需要在这个里面 掌握的重要能力就是你要学会区分 对吧 到底这个地方是用排列 还是用组合 这种分辨的能力 可能要比我们做更多的题目 更加的有价值和参考意义 好 那咱们从第三开始一个一个来训练去 第三 新学期了 对吧 同学们要从11名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些班干部来 好 第一个小问 如果我们就选三个人 然后组成一个班委会 这个规模有点小 三人就班委会了 那么请问一共有多少种选法呢 那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要用排列做 还是要用组合做 对不对 那到底是排列组合呢 大家老师也说过了 对吧 如果你很难能分辨清楚 比如说它不像排队啊 或者说那刚才做的第二那么明显的话 那咱就不妨先自己考虑一下 那比如说就想选两个人 咱们想一想 如果先选后选 是否会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 有影响 那这就肯定应该是排列 那那就A级计算 没影响就是组合 C级计算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比如说 咱们比如说选这俩人 对吧 这出境率太高了 对吧 又俩人出来了 那你说我先选他 再选他 可我先选他 再选他 这是两种不同的选人方法呢 还是只是一种选人方法呢 单委会 应该 选出来他 再选出来他 和选出来他 再选出来他 你不用考虑办法会上什么担任什么职务 这个咱不用管了 就先选出三个人当办法会就可以了 对他们当委干什么 咱们那是以后的事 咱不管他 那就没影响 没有影响吧 对不对 反正最后都是把他俩选出来了 那么至于你先出来后出来 跟他先出来后出来 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最后结果不就是你们俩人吗 好了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小问应该是排列还是组合呢 组合 OK 非常好 是组合 那就应该是 C113 OK 非常棒 C113 好 把它算完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最后算完结果 C113的答案应该等于165正 等于165正 好 第一小问 OK了吗 来 第二小问 从剩下的候选人 明白什么意思吧 接着上一个问 上一个问是不是先选出三个人去了吧 那你们还干嘛干嘛去 对吧 那从剩下的候选人意味着应该只有 8个人了 干嘛呢 分别担任语文 数学 英语的课代表 有多少种选法 对吧 三 那不8个里面选三个就OK了吗 那同学们这回要想一想了 刚才那道题就是选三个人就OK了 对不对 但是这道题呢 选完三个人还得让他们干嘛呢 但课代表也担任三个科目的课代表 那还是那句话 比如咱从两个人入手 比如说咱从就学数学语文 好了 我把他们俩选完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从这些人当中选中他们俩 感觉好像这就应该搞定了 可是你想想 有可能是选出来他去做数学课代表 他去做语文课代表 那也有可能选出来就他去做数学课代表 他去做语文课代表 有关系 你讲一讲 这个前后顺序就会有影响了吧 对 那交换顺序或者需要考虑顺序了 那这很明显就应该用到的是 排列 排列 OK 所以这个接下来做的应该就是A几几了吧 那到底是A几几呢 八个里边选三个 A8 3 OK 太棒了 那就应该是A8 3 还剩下了八个人 因为有三个已经over了 不是 三个已经选走了 对不对 还剩下八个人 然后从中选三个 担任不同的课代表 交换顺序的是有影响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A8 3 然后8乘7乘6 最后答应是336种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例三 并不是很难 但是它就是两个问 一个考到了排列 一个考到了组合 同学们一定要正确的区分好 排列组合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最后就希望大家注意了 排列组合唯一的判断方式 那就是看需不需要考虑顺序 需要考虑顺序 这就要用A 也就是排列做 不需要考虑顺序 那就是C用组合做 就可以了